今天我們是探店的第五間店 來到我們公司主場的觀塘 其實我們這間店已經超過了三年 也是一間老店 在我們叫東九龍的旗艦店 那時特意來的時候 剛剛遇到整個御民坊重建 重建了一兩年左右 我們就租這裡 所以當時知道成功租了 我們就做了一個決定 那個決定就是做了一個拆了的御民坊模型 這個模型我自己非常喜歡和非常滿意的 說真的 不如我介紹一下 其實那時御民坊最有名的是 這裡是匯豐銀行 有一個匯豐銀行 然後有一個銀刀戲院在後面 有一個雞技麻雀館 裡面有一個巴士總站 總站旁邊其實有間模型店 還有寶星戲院在那邊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圓形 所以這個 這個情景真是滿載回憶 這個整齊了很多 Sam 來了之後 我有收拾的 我有收拾的 這間店有店長Coco姐 他很喜歡打價錢牌 是其他店是沒有的 所以你看到每個人都有價錢 你不要問我為何 總之我們租了第五間店 是這間店才有價錢 其他店都沒有 不過有這樣的好處 就是客人清晰 譬如說這些Q車 你猜不到的 原來寶馬M3是比貨車便宜 這些就是這間店的特色 如果你們問我 上手究竟 大家猜不到 上手是一間甚麼店 其實我猜 其實四年前 這間店是 硬鏡88 其實是一間硬鏡店 所以它亦都很特別 我們很特別的設計 即是把我們的Logo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Display 這塊Agalic也換了一次 即是頭幾年都花爛 現在都OK 但是回到原點 整間店 我是最喜歡的情景 都很開心 因為其實這間店是逐租了 大家都會見多我們 起碼都連領的 都會 去到下一個租約 希望可以繼續逐租下去 都多謝商場 在艱難的時候 都給了我們很多幫助 即是如果說APM 今天就和大家 講了那麼多 我們APM分店的歷史 下一次是哪間呢 下次再告訴大家 拜拜